黑色百万名车准备左转 车后方却突然高速 窜出一名机车骑士 速度飞快想钻缝隙超车 尽管汽车急踩煞车 但仍然当场发生擦撞 机车倒在地上 黑色百万名车车门半开 救护人员紧急赶到现场 这是上个月底凌晨4点多 新北市三峡区大同和永安街口 发生车祸 而骑车遭撞的伤者 竟然就是涉嫌加霸王油 声明搭造的三百哥 警方委托医院抽血 其结果为换算土气酒精值 达每公升0.815毫克 依公共危险罪 含请新北地检侦办 腰左转的自小客车 黄信驾驶他是无照上路 而撞上陈信机车骑士 三百哥居然也是无照骑车 炉内出血腿部擦伤送医 住院了两天 但医院抽血 发现他酒精值超标 酒驾遭到送办 离谱的是 这场车祸四天前 三百哥才刚撞上人 外送员绿灯直行 白色轿车却闯红灯 高速撞飞外送员 事后肇事的车辆 车上三个人 一下车竟然弃车逃逸 三百哥上个月27号 肇事逃逸后才被送办 让当初为了爱孙 筹钱买二手车给他的阿嬷 伤透了心 如今没有反省 再无照 酒驾脱续行为 再添一桩 三十位学校的王竹 新北市财富报道 起来 中文字幕——YK